光阳而三世 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比利牛斯山脉 巴士里疲惫的旅人被身旁的阵阵惊呼唤醒 倒映在车窗上的红尾塔楼 向怀揣心事的旅人们传达奇迹来临的消息 一起欣赏今天的电影《奇迹俱乐部》 1967年的爱尔兰都柏林 海湾边的发电站静静处立 潮起又潮落的浅滩 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年近90的莉莉手捧鲜花 在石坝前默默祈祷 愿圣母庇佑消失于大海的儿子 在远方得以安息 40年过去 她想念孩子 却看不清自己 本地工人家庭都住在社区 熟人间很少有秘密 可病痛禅身的老街坊爱琳 只能偷偷给自己用药 只能做个乐观的母亲 奋力许前的多莉还不知道 自己的两位望年娇 演出筹备的如何 但匆忙归家的丈夫 一眼就看出妻子精心打扮 只是工作后的脏屋 让多莉有些抗拒 妻子带着惶恐 试探丈夫是否有多余的钱 一听多莉是要送给教会 参加什么慈善表演 以换取所谓的朝圣之旅 丈夫一万个不愿意 更不想妻子带走长子 多莉之号无奈解释 长子丹妮已经不小了 却依旧不会说话 全程一生都治不好儿子 若不相信圣母庇佑 想往法国罗尔德朝圣 还要去哪里等待奇迹呢 只好丹妮是多莉平淡人生中 唯一的蛇球 回到家中的莉莉也试穿起表演服装 就算为了刚刚离世的好友莫林 她也要豁出去一次 但莉莉还不知道 莫林离世积极的水花 甚至扩散到大洋彼岸 40年没回家的克莉 听闻母亲死去 从美国波士顿启程返乡 克莉回到熟悉的教堂 阳光透过摆花窗 映照在克莉的脸上 护送她来到母亲的目光旁 虽然过别多年 神父还是一眼认出克莉 来得晚没关系 莫林的女儿站在此地 已经回答了一切 正如满堂的鲜花 道出几位守夜人的心意 不仅如此 神父还要延续莫林的遗志 是她大力促成载艺表演 为卢尔德朝圣之旅筹馆 神父希望克莉别介意 邻居们稍后的歌舞 也是在纪念莫林 克莉没有很高兴 也没有太伤心 她的归来其实源自一个约定 接过母亲的家门钥匙后 克莉想要偿还鲜花购置费 神父却告诉对方 置办鲜花的另有其人 需要丈夫帮忙穿衣的莉莉 经济其实也不宽裕 但为了纪念莫林 她出钱又出力 丈夫夸赞妻子的美丽 莉莉的感激中 却夹杂些许苦涩 儿子想必会保佑自己 她不曾见证的实在太多 丈夫只好安慰妻子 十八上的悲鸣 只是不堪回首的过去 她最疑惑不解的 还是妻子执意要去卢尔德 莉莉一时怅然 表示自己等这场朝圣 已经等了一辈子了 再不对线 就真的没机会了 被孩子们包围的艾琳 也期待着卢尔德之行 可总爱去酒吧的丈夫 就和儿童一样不让人省心 艾琳还要参加表演 丈夫应当留下照顾孩子 却永远只顾着自己 艾琳数十年的主妇工作 和欣欣念念的朝圣 都是丈夫眼里无足轻重 却又不敢直面的东西 表演时间越来越近 准备出发的莉莉 收下丈夫的好运 而放下行囊的克莉 也在此时走进母亲的家 父母和自己都曾年轻过 相框定格某个瞬间 人生却像大海般浮沉 朝圣之旅对母亲也很重要吧 总是微笑待人的神父 很快便见到筹管表演参赛者 太太们都想去卢尔德 艾琳思索片刻 将组合命名为奇迹 今天的比赛十分激烈 可与内心紧张的伙伴不同 艾琳胸前的肿块 按压后有现实的疼痛 但每当莉莉问起 她都说肿块不疼 仿佛不去承认 坏消息就不会上门 坚强的多利也为伙伴们打气 就在奇迹组合即将亮相时 克里也出发前往会场 这是纪念莫林的才艺比赛 是经济不宽裕的富人们 到达罗尔德的唯一可能 夺得一等奖 就能拿到两张旅票 克里在门口驻足 看着欢声笑语的故人们 仿佛回到许多年前 而在那次决裂之前 他们就是如此和睦 结束比赛的艾琳 自认胜券在握 直到远处的克里出现 她才瞬间戒备起来 莫林那个消失40年的不孝女 竟然回到艾尔兰 克里都有些认不出大家了 时间沉默无言 却胜过所有伤害 但不论过去发生了什么 莉莉还是会经克里节哀 怨念未尽的艾琳 不肯就此放下 多利不了解长辈们的故事 只想告诉初次见面的多利 莫林太太是位好邻居 简短客套后 克里开门见山 将置办花束的开销归还 老人却不肯接受 能为无私的老友纵行 她别无所救 克里陷入尴尬 艾琳的眼神满是责备 但她还是将钱留下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和神父一样 欢迎克里返乡 莉莉最大的发现 就是对方的手上没有婚戒 艾琳却不屑一顾 没人会喜欢这种绝情者 或许多利还觉得背后议论不太好 但克里是连母亲都会背弃的人 更是艾琳当年最好的朋友 不仅如此 艾琳身为表姐 从小便呵护克里长大 两人和莉莉已孤的儿子 曾是海湾边亲密无间的玩伴 直到四十年前 一场难以言喻的纠葛 让克里远走高飞 花音未落 舞台上的童声传来 多利不仅现眼其他男孩的嗓音 更猜到他们会输掉比赛 正当三人为朝圣旅票发仇时 方才的获奖男孩 却将旅票送给了多利 大家都希望 罗尔德的奇迹 能让丹尼学会说话 孩子的善良打动人心 可一等奖也只有两张票 艾琳渐渐担心 自己会与生命失之交臂 在老宅徘徊的克里 也因为老照片黯然神上 自己和艾琳 与葬身大海的爱人 曾经形影不离 不知为何 她对故乡的记忆 总是一场又一场葬礼 孩子们还不懂难过 只好奇莉莉奶奶 为何也要去罗尔德 艾琳当即解释 朋友是要给多利母子帮忙 互相帮助 已是岁月凝结而成的责任 艾琳还特意找到神父 透露自己胸口肿块的秘密 莫琳已经离世 作为筹管活动组织者 她也有一张旅票 莫琳在天有灵 一定也希望这张票能帮到大家 魂归天国的莫琳 不仅留下了旅票 还托付好友莉莉 将绝笔信交给女儿 克莉犹豫许久 还是找机会打开信封 莫琳所写的 都是女儿回家后 才能读到的感谢 毕竟克莉出走前 曾经告诉过母亲 只有对方临世后 自己才会重返孤独 四十年光阴 就快将母女变成陌生人 苦难无法分担 幸福无从分享 但只要克莉拿到这封信 所有牵挂都有意义 莫琳存了很久的钱 想去波士顿看望女儿 却始终未能如愿 这恰恰证明母女之间的默契 因为难以放下的自尊和傲气 就只能裹挤那份不安和痛苦 母亲明白 克莉一定还怨恨莉莉和艾琳 但挥之不去的恨 是长在人间上的负担 所以收下我的礼物吧 那是妈妈最后的心意 莫琳为所有做错的事 和说错的话 向女儿道歉 桌上珍藏的挂坠里 使她倾注所有爱意 致死方休的亲人 克莉的哀愁 被神父的呼唤打断 对方来得正好 她正想将母亲的铝票 转赠给更需要的人 罗尔德会带来奇迹 但自己身体健康 神父感谢克莉的慷慨 但去朝圣的人 并非都为了治病 有时寻求和解 走出阴霾 也是一种奇迹 神父相信 莫琳一定是希望女儿 替代自己了结恩怨 但恍惚的克莉 实在不情不愿 若有所思的神父 将克莉托付的铝票 连同转赠人姓名 一同送给爱琳 可对方只感谢上帝与圣母 丈夫的阻挠 是爱琳朝圣路上的唯一阻碍 她不承认自己生病 反倒被丈夫怀疑 自己对神父有想法 可就算无病无因 能去帮助多利母子 和一路上的可怜人 也就足够了 但丈夫对不幸的理解 显然太过狭隘 一旦妻子离家 习一做饭的家务 全都落在自己身上 这才叫不幸 更别说照顾一堆孩子 回味照片的克莉 不知是否猜到 爱琳这些年来的辛苦 既然回家了 她是该为母亲做些什么 前往卢尔德的巴士 只等乘客到齐发动 可正如莉莉的丈夫一样 所有朋友的伴侣 都反对妻子离家 他们仿佛是被丢下的人 但莉莉不接受家货的愧疚 与孩子吻别后 她拜托门外的儿童 喊来爱琳的维修工丈夫 并回家制造漏水现场 这一招调虎离山 成功让爱琳脱身 但在临别前 她还要告诫女儿 如果承担家务一周后 男友还成天抱在酒吧 而你却坚持要和对方在一起 这恐怕就是所谓的真爱了 不明就里的女儿 还以为母亲祝福自己 爱琳轻声叹气 与孩子吻别 她要出趟今生最远的门 或许还会回家 或许从此离开 没有什么会比卢尔德之旅 更加振奋人心 直到两位好友会面 才意识到多莉碰上麻烦 多莉还是被丈夫拦住 尽管她盛装出席 还收拾好行囊 对方却依旧发出严厉警告 但人这一辈子 总要为自己活一次 正要出发的巴士 被朋友们及时拦下 母子俩总算挣脱束缚 踏上朝圣之旅 汽车才发动不久 又突然急杀 原来是面带微笑的柯莉 迎着艾琳迪士的目光 加入自私旅程 莫琳的意愿 在引擎轰鸣中兑现 众人来到港口 换乘渡轮 直抵欧洲大陆 再沿着法国边境山路行驶 山高路远 旅客们倍感疲惫 艾琳不知是否被丈夫影响 竟认为柯莉对神父有想法 只有沉默无言的孩子 不曾对新朋友怀揣偏见 脱离不仅是孩子的母亲 也是孩子的嘴巴 但愿老人们说得不错 如果有天丹妮想表达 他就一定能说话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越过比利牛斯山脉 巴士里疲惫的旅人 被身旁的阵阵惊呼唤醒 倒映在车窗上的红尾塔楼 向怀揣心事的旅人们 传达奇迹来临的消息 这是109年前 圣母玛利亚的显灵之地 圣母愿在虔诚信徒的代代休憩下 庄重而典雅 辛劳一生的妇人们 终于可以同宾客一样 无忧无虑地度假 可除了祈求保佑 艾琳还要告诉多利一个秘密 那就是克里此行的真正目的 推开房门的克里 不曾听见传闻 倒是对仅有一张床的房间 暗暗不满 她终究与母亲不同 也不想和莉莉睡在一起 老人不想伴随 只希望在卢尔德这样的圣地 大家都能收点脾气 神父已经在召唤大家下楼 莉莉不知克里为何出现 但圣地值得探索 一行人来到商店 琳琅满目的纪念品中 丹妮最爱雪花球 大人们则在疑惑 为何圣母会降临在法国 这是信徒们的疑问 也是看到上方来人后 艾琳心底的疑问 大人的世界太复杂 孩子们的快乐简单得多 艾琳会满足丹妮的愿望 也找到自己最爱的礼物 卢尔德注定是个带来改变的地方 众人汇聚在圣母愿积座下的石窟 圣母玛利亚显灵之际 留给后人无尽遐想 她是见到儿子受难的母亲 是与地上的追随者一样 经历一身坎坷的女人 克莉其实会好奇像神父这样的人 真会相信圣母降临过子弟吗 可神父的相信无关乎真假 那些行走在岩壁周围的旅人 已经获得宁静 唯一能干扰艾琳的 就只有克莉随行的动机 直到轮椅上的孩子映入眼帘 大家才驻足停下 不论天涯海角 母亲总是理解母亲 多礼忠心希望 奇迹会再次降临 不仅丹妮会得到庇佑 找回开口说话的能力 艾琳已经能够触摸到 奇迹降临的感激 她要借多利的吉言 不论肿瘤还是疑难杂症 一定都会被圣权净化 不论孩子还是大人 圣母都一视同仁 光是想到神明赠予的护佑 大家都会止不住发想 对这趟旅程笑不出的 就只有体会主妇生活的男人们 艾琳的丈夫很好奇 妻子是如何将果叔带回家中 前来指导的邻居 听闻对方的妻子正在罗尔德 感叹男人出门买菜 对艾琳而言已经是奇迹 女儿看到狼狈的老爸 也感叹母亲多年的忍耐 好在她终于脱身了 多利的丈夫也是直到妻子离开后 才发现照顾婴儿如此艰难 恐怕只有莉莉独守空房的丈夫 真的有听从妻子建议 躺在床上别动就行 罗尔德带来的改变已经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一天游玩结束 简视行李的莉莉将随身携带的照片摆上 克力被勾起回忆 想起老人40年前对儿子德兰的告诫 许多年前 竟为竹马的克力与德兰从相吃到相恋 17岁的克力怀孕后也不曾退缩 幸福冥冥尽在咫尺 老人却阻止了一切 莉莉对此的解释是担心女孩会纠缠住儿子 德兰是可以继续读书的 她希望儿子能避免过早成家 过上比自己更体面的生活 可在克力看来 这些寄望与德兰的爱情根本不冲突 而莉莉甚至游说莫林 将怀孕的17岁女儿挡在家门外 认为朋友面对固执的女儿只能采取非常手段 除了早早离世的父亲 当时没人能劝服克力 莉莉无法解释 17岁的女人要孩子有多么不简单 但莫林后来的确原谅了朋友们 在莉莉的心目中 她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上帝洞悉一切 带走了德文 惩罚了母亲 泪眼朦胧的克力不再纠缠王室 但上帝不仅惩罚了母亲 还惩罚了所有人 克力四十年前一走了之 也带走自己的伤痛故事 夜幕下的卢尔德十分宁静 静到可以听见内心的声音 莉莉与克力彻夜未眠 很多是想不出答案 就像人们无法断言 圣母为何降临在此地 当你不知所措 就只能追随内心 第二天的早餐会上 内心松动的艾琳 终于还是借由黑梅 谈起了从前 自己与克力和德兰 当年常常一起摘黑梅 当尝到嘴边的甜蜜时 还以为人生的未来 会从这味道一样精彩 四十年过去 一切都成了笑谈 嘲弄着所有自负者 不论就谁来看 艾琳迟疑片刻 感叹克力总是最大胆的 不用担心风言风语 还与神父结伴同行 德兰当年也很勇敢 克力一听到这名字 当即起时离开 可艾琳就是不明白 勇气高超的德兰 为何消失在大海 早餐会结束 大家几成三家圣誉 克力发觉丽丽不见 又折返上楼查看 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 陪巧也渐渐不变 眼见克力为自己测算心率 丽丽先是夸赞 随后便问出多年心结 克力欲言又止 终究没有回答 老人忧心自责 只能等待轮椅 丽丽和许多朝圣者一样 在亲友的帮助下前行 圣玉的奇迹之一 就是双腿失能的人 沐浴后或许会重新站起 可浴室内的尖叫声 还是告诉大家 圣权真的很病 奇迹之水被寄予厚望 但也有人半途而废 艾琳还以为有人重新站起 联盟赞美奇迹 呼吁大家跟紧 直到真正看见浴池 才陷入沉思 将孩子带进浴室的多里 内心也将经历考试 圣母一定会让丹妮学会说话 可孩子连水都不想嫁 丹妮不懂什么圣域 只发现泉水真的很冰 克服拱拒的艾琳 也是好不容易 才让自己躺进圣权 但愿冰水能浇灭肿块 浴室里的尖叫声 此起彼伏 丽丽丽丽来想去 还是决定放弃 当人们有所付出 就会期待回报 向修女们 贪听奇迹的艾琳 已经在期待痊愈 可修女的回答 却令起大事作望 方才跑开的男人 只是怕冷 只是无法经受考验的人 直到丹妮四处躲藏 等待同伴的克里 才察觉圣域之旅的意样 和雪花球为伴的丹妮 让母亲一番苦涨 都立是那样期望 在自己学习的时间里 还是有开口说话 那朝思夜判的奇迹 一定会降临在丹妮身上 如果没有应验 就是接触的泉水太少 可圣域的功效 不参照天平 多莉的解释 也骗不过自己 孩子的神情 和母亲的泪水一样 缓缓滴垂下去 多莉惊呼自己是个坏母亲 但克里比谁都明白 这是一位神圣的母亲 现实的惨淡 让许多人大梦出行 艾琳也分开地告诉同伴 原来自1858年以来 记录在案的康复奇迹 只有六十余字 或许丈夫说得没错 朝圣不过是个把戏 艾琳大师所望 她的丈夫也备受煎熬 并非因为疾病 再平常不过的一日三三 对其而言已是挑战 孩子们一致认为 母亲做的菜最好吃 丈夫也不停摸念 妻子的菜最好吃 其实她的表现已经不错 多莉的丈夫 已经在女儿疑惑的目光下 醉倒在家中 闹也闹不行 可对出游的几位妇人而言 生活的琐碎环节 是伴随一生的考验 放下希望的艾琳 发掘颗粒溅入家境 可自己的肿块越来越疼 她为孩子们操劳大半生 却又是最舍不得大家的人 艾琳看着纵经玩乐的同伴 只想在最后解放自我 唱起最爱的歌 在歌声无法传道的地方 心下伪装的多莉默默哭泣 留在大厅里的艾琳 却越长越激动 与杀声有关的童谣 不该在罗尔德出现 神父出面阻止 等来艾琳的呵斥 我们被你蛊惑 坐船搭车跨海翻山 而你炫扬的奇迹 却只是一场空 还整日与克里走在一起 直到莉莉出面阻止 艾琳才对朋友道歉 除了回家拥抱自己的孩子们 她哪儿也不想再去 而在其内心深处 依旧没有对克里的离开释怀 克里听到这里 再也无法忍受揣测 什么叫离开 我是生生被你们赶走的 自己当年怀孕的秘密 明明就只有艾琳一个人知道 是谁将消息自处散播的呢 恐怕就是那个最好的朋友 艾琳怒目元征想为自己申辩 她的本意是希望克里将孩子交给修女 莉莉正想劝可 却也暴露了自己的过去 艾琳早就知道 德兰逆王根本不是意外 那个19岁的年轻人 是在感情纠葛之后 被自责生生害死的 是被母亲施加的负罪感 以步步推向大海的 当真相到来 大庭气景无声 神父哀叹大家的不幸 更理解艾琳如今的心情 克里正在疑惑突然被丹妮带走 伙伴们相聚一堂 在孩子熟睡后 聆听伤心母亲的忏悔 痛苦的多利其实也一直活在自责中 丹妮原本是个健康的孩子 是自己怀孕之后 一度尝试放弃小生命 艾琳不想年轻人多虑 自己怀孕时跌倒过无数次 这不该是母亲的罪证 莉莉也希望年轻人把话说开 或许当一切真相大白 才会发现罪孽并不存在 与愧疚做斗争的多利 终于缓缓开口 说起自己那天将水放满浴缸的经历 只有眼神凝重的克里 不希望伙伴继续 可他满意的浴缸 已经沉重到多利无法继续背负 为了实现计划 他只身躺进浴缸 并将数瓶烈酒倒了进去 两位长辈听到这里 终于明白这个操作 不过是种民间偏方 并不会伤害太二 克里则进一步 指出泡水法的水 一定要用废水 多利疑惑追问 克里才终于说起过往 40年前 带着身孕床当波士顿的他 很快就被房东发现异样 单身的怀孕女子 不为当时的邻里所容 17岁的克里 就这样被介绍到一个地方 吃了某种不知名的药 做进盛满废水的浴缸 泡水法的水 一定是废水 或许讲述者还能强忍泪水 尽量轻描淡写 但周围的伙伴们早就感同身受 连心口都被灼烧 多利感激伙伴帮自己卸下负担 莉莉和艾琳也大梦初醒 他们的种种行径背后 并不存在一个背叛者 所谓的合理介入 让17岁离家的克里 吃尽人艰苦 彻夜难眠的莉莉 今晚突然告诉克里 自己也想接受盛誉 不知是要洗去什么东西 但第二天的两人的确找到交谈机会 老人多么希望克里能原谅艾琳 她当年将秘密透露给大人 是以为这样对朋友最安全 那一天 德兰告诉自己的母亲 自己要与心爱的女友离开 去大洋彼岸的美国闯荡 莉莉本该比谁都明白 儿子有多爱克里 不论是早早结婚 还是背负起抚养责任 德兰都不曾退缩 老人至今都在后悔 自己为何要插手阻挠 那时的她和最要好的莫林 还认为孩子们的关系 给家庭蒙羞 而他们想出的解决方式 是卑劣的谎言 是莉莉选择告诉儿子 你的女友之所以要去美国 是想抛弃你 过更好的生活 爱子心切的母亲 亲手摧毁了自己孕育的生命 在大人的阴影之下 寻不见爱人的德兰 还怀疑是自己没有尽责 是自己让克里失望 她背负愧疚 转身向大海走去 莉莉明白自己时日无多 倒入真相之后 就该让冰冷的圣犬审判自己 让余下的时光更少 只是在了结之前 她一定要对克里坦白 今天的圣犬里 不再有期盼奇迹的人 又或者他们的奇迹 其实是谅解和宽容 是真相大白之后 对世间憎恨的小姐 对自我愧疚的释怀 两人最终还是重逢了 莉莉没有见到预想中的莫林 或许是因为对方要上天堂 而自己不属于那里 其实自从德兰走后 她就不再虔诚 而为了不动摇莫林的信仰 莉莉也隐瞒了儿子真正的死因 信仰有事无关真假 但会带来希望和安宁 如果莫林在天有灵 作为最好的朋友 莉莉相信其一定为女儿自豪 而她期望的最大奇迹 就是克莉的原谅 莉莉由衷感激 晚辈赠予的奇迹 卢尔德之旅 在众人的复杂心绪中收场 莉莉为自己先前的表现 向神父道歉 其实在对方看来 卢尔德也并非奇迹之地 世人在此徘徊 恰恰是为了再也没有奇迹的生活里 找到一种力量 坚持走下去 莉莉上车后 静止走向克莉 两位女人演人交汇 时隔40年后 终于再度并肩 艾琳必须坦诚 克莉是自己最在乎的人 最深的爱 也带来最深的恨 但若要将二者叠合 一定还是深爱更多 不论过去的言行 是有心还是无意 上帝还是惩罚了自己 克莉听到此处 才得知艾琳胸口的疼痛 她比谁都明白 为何伙伴迟迟不去看医生 艾琳只是惧怕 残存的奇迹力量 在检测中彻底消失 克莉当即安慰老友 如果没有奇迹 我们就一起去找她吧 大家会醒最好的医生 大家都会陪着你 罗尔德之旅 最终回到启程的教堂 多利还在担心 丈夫不让自己进门的警告 直到走下巴士 看到恭货多时的妇女 才明白属于自己的奇迹 究竟是什么 丹尼有了礼物 真的很不错 艾琳的一家人也特意赶来迎接 丈夫今天没有做坏事 就是体谅妻子的辛苦 艾琳似乎真的遇见奇迹 她竟然有些想念对方 无论是去过罗尔德 还是不曾朝生的人 都变得不一样 丹尼也在私下无人时 默默开口说话 而在克莉道别之前 莉莉还有最后一个地方 想带克莉看看 夕阳下 海湾旁 有一处静静的石坝 海风终年不息 潮落又潮涨 全片完 《奇迹俱乐部》是今年上映于英国的剧情电影 一次朝圣之旅 四位女人的故事 横跨海洋和山脉 终究等来奇迹发生 世间赞美圣人 可不知为何 圣人总受过难以想象的苦难 在神明未曾显灵时 圣地的遗迹下 就只有往来不绝的普通人 而每一个人的生活里 似乎都有圣者的剑影 人们有崇高的品格 却也在承受磨难 更让谎言和关心 酿成一生的悔恨 从祈祷奇迹发生 怨恨世间种种 转为感受自我 理解身边的人 这样的觉醒 恐怕就是奇迹本身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听完今天的故事 你是否想起某段 难以释怀的过往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你所等待的那个奇迹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